我們今年已經開始在籌備新的單曲 就是因為團員現在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很忙 所以也很難一下子馬上出專輯 所以我們就是用單曲的方式一首首出 然後預計明年會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演出 各自有缺乏嗎 對 中方應該很容易 他很OK啊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有帶著無敵星星 去丹麥跟美國 覺得應該蠻開心的 對 他現在是遠去上課 但他下個禮拜就復課了 其實老師有讓小朋友們決定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就是讓他們決定什麼時候回去復課這樣子 對 我覺得一個五歲的小孩停課在家 是一個蠻讓父母崩潰的事情 好險就是有家人有時候會有來幫忙 最崩潰的就是當你在家 可能有時候思考一些工作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不意外的一定會來打斷你 對 就是你的思緒沒有辦法 持續的一直去專心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痛苦 對 你覺得有點比較麻煩嗎 對 那你要是不理他的話 你又有罪惡感 可是你要是理他的話 你對工作就會有罪惡感 就是一種 對 那老公現在已經是去哪裡了 他已經去快兩個禮拜了吧 對 那兩個禮拜都有單打之餘嗎 欸 有跟姊姊一起啦這樣 對 姊姊有時候下午會來幫忙 對 就如果我一個人的話 我應該現在不會在這邊 我們今年已經開始在籌備新的單曲啦 就是因為團員現在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很忙 所以也很難一下子馬上出專輯 所以我們就是用單曲的方式一首首出 然後預計明年會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演出啦這樣 所以明年到選舉有什麼機會都不滿意嗎 欸 我覺得因為主要我們主唱的工作特性 比較難去國外演出 對 所以可能暫時還是在國內這樣子 對 在台灣 台灣 台灣或是亞洲為主 對 不能去太久 對 我這樣走的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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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皓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� part swoje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國書堯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易 trader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activate 看什麼 cut 快聽了 快啊